请国人同胞不要恐慌 我们一起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大的警觉 配合指挥中心的指引来防疫 总统蔡英文针对疫情发表谈话 呼吁国人不要恐慌 强调目前防疫物资与医疗能量都充足 目前防疫物资跟医疗的系统都是充足的 请大家放心 疫苗也会陆续到位 我们也会协调相关的部会 和地方政府共同强化防疫的措施 指挥中心公布防疫物资存量 外壳口罩库存1亿7千万片 N95口罩497万片 防护衣238万件 呼吸器近万胎 酒精产能一天最高400万坪 所有的防疫物资 包括口罩酒精消毒物资 以及卫生纸等等 政府经过一年多来 非常好的准备 非常充分 请大家放心 府院喊话民众配合防疫 总统进了一张邀请相关部会 召开国安高层会议 盘点防疫措施 期盼度过疫情挑战 新唐人烈士台北台南综合报导 我们待会儿 感谢观看